Merry 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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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開箱我的攝帶禮物們 首先呢 今年最特別的一件事情 是我去參加YouTuber的 10萬訂閱的一個連周尾牙的感覺 所以呢有拿到了他們的獎牌 就是有10萬訂閱者以上的人就會受邀參加 然後這是他們的聖誕禮物 一件棒球外套 看起來蠻可愛的齁 如果說 你就是看到有人穿這件外套 你不要問他哪裡買的 因為外面買不到 這個是10萬訂閱者 然後才會有的外套 之前其實有一件黑色的 後面那一件 那是他們日本的品牌那邊給的 就是日本YouTuber給我的 好 好熱喔 我脫個外套 好熱 根本一點都沒有聖誕節的氣息啊 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說現在的冬天都越來越不冷了啦 然後反而是你買個短袖可以穿比較久齁 好 然後還有那個 Youtuber的聖誕節禮物還有 這個是 旅行組的收納的一個 袋孫 好熱喔 熱到 這都不知道要講什麼話 然後就是上面都有 還有一人Youtuber的圖案 嘟嘟 我想他們用衣 應該是希望我們能夠去多看世界 然後 增廣見聞 多拍片 多分享 對 所以呢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聖誕禮物 我也真的是 其實前一兩年片量算是比較少 因為生小孩的關係 要照顧小孩真的是比較累的一件事 但是 你會樂在其中 你會變得有一點懶惰 就比較少拍片了 就什麼時間幾乎都是給了小孩 然後現在小淘德已經一歲十個月了 我覺得 我可以回歸一下了 所以最近有沒有發現我的片量比較多 耶 自己給自己一個鼓勵啊 那當然了 希望新的一年2017年 我還是可以持續維持 一週至少有個一兩支影片 以上以上以上 加油 好 沒有訂閱過我頻道的 也記得可以按一下訂閱 這樣可以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 我要繼續分享我的禮物們了 那來先看這個好了 KELSE有沒有很喜歡他們的彩妝品 導陽品呢 我自己的話呢 通常是 出國在免稅店 一定會買他們的金盞花化妝水 那瓶化妝水非常的好用 我拿給你們看 等我一下喔 我已經快用完了 剩下這麼的一咪咪 他可以加入空空賞呢 呃 該怎麼介紹其他呢 是我 之前要出書的時候 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美容保養相關的書籍 然後就發現保養這件事就是越簡單越好 然後使用的成分越單純越好 我就看到上面有一個人 曾上一位讀者 不知道上幾位讀者 他在上面寫了 KELSE金盞花化妝水 用鉛筆寫的 我就發現 欸是好用嗎 我就跑去買 就一買之後就喜歡上了它 所以當我皮膚比較敏感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瓶 金盞花化妝水 然後用在化妝棉上濕膚 效果非常的好 不過我很討厭它裡面的花瓣 就是在保養的時候 常常就是擦到那個花瓣 我覺得還蠻煩的 我覺得你可以叫金盞花就好了 不見得裡面真的要有花啦 好然後呢 這個就是KELSE他們給我的聖誕禮物 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我們一起來開箱吧 這裡是一個化妝包 好可愛喔 超級有聖誕氣氛的吧 然後 有一本書 是那個 裸色畫本 送給小潮得的嗎 哈哈哈哈 不過這 這畫起來應該很療癒吧 還蠻酷的齁 一本他們的聖誕會本 那還有什麼看一下 欸 還有個禮物盒 咚咚咚咚咚 其實這袋子也蠻好看的 它袋子兩面的顏色不一樣 我想到他們的櫃上去 應該也有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聖誕節的禮物盒 好漂亮喔 可是因為都是禮物 所以我沒有做功課耶 其實我不知道裡面是些什麼東西 先給你們看好了 欸 機長好多歲 我剛好快用完了 然後就來了一瓶新的 而且是聖誕節包裝的耶 好棒喔耶 謝謝你 聖誕節 金桿花 金桿花 我跟你講這個很好用 這也是他們的明星商品 所以他們聖誕節的時候公關裡 送的這一個 應該都是他們的明星商品 好好玩喔 好有趣 這個 這個呢是青春雞活鹿 前陣子我看到蠻多那個網路品價 都說還不錯 我沒有用過 所以現在呢可以試試看 好用我再跟你們說 然後啊這個我用了非常多了 這是冰和糖蛋白保濕霜 欸對焦一下 冰和糖蛋白保濕霜 這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我之前有那個更大瓶 是那個台灣黑熊版的 他們會結合一些工藝保育的活動 然後推出一些限量款 所以我之前那個台灣黑熊的 就很大瓶用了很久 還用不完 所以現在又收到一瓶小瓶的 非常的棒 這個護唇膏很有名 1號護唇膏 這個我沒有用過欸 這是早安換彩能量精露 有人有用過嗎 可以留言告訴我一下 好啦不然我自己去查一下評價 我想應該是那種有保養的概念吧 開開看 喔好香喔 它的味道真的是 有早晨 早上的時候 聞到的時候會覺得很療癒 對就是有保養 像這幾年還蠻流行有保養的 就是 不管是你把它加在你的保養品裡面 或者是底妝產品裡面 都可以讓肌膚的滋潤度變得更好 可是這個那個 草本的香氣好重 真的是 好療癒 早上聞到應該會是有一種 身心舒暢的感覺 這個呢是蛋斑精華 好這一組呢就是Kiehl's的聖誕禮盒 如果想要送禮的話也可以去看看喔 接下來呢我要插播一下小小兵 小小兵 我上次有在Facebook直播開箱 所以我已經知道這裡面有什麼了 如果說你想要找聖誕節禮物的話 你可以去Basini看看喔 因為它的東西有一些還蠻酷的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好了 就是在外面旅遊 然後在車上睡覺 你或是在背機上 你可能都是脖子很容易繞著 這個呢當然就是 整脖子的 但是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在睡覺的時候 像它這邊有一個釦子 所以你可以扣起來 它就不會掉了 而且它有屬一個帽子 就等於你睡著別人也不知道你是誰 還不錯齁 想要裝低調還蠻好用的 而且聖誕節如果收到這個禮物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很開心 會笑得很開心 因為覺得你很好笑 好啦這就是小小兵 這樣還蠻好看的耶 色彩鮮豔 那我就先這樣繼續好了 然後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小小兵的唇錢筒 它是金色的 我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我現在把它放在客廳了 很好看 如果你的朋友是喜歡居駕鋪子的話 好像又喜歡小小兵 那那個金色唇錢筒就還蠻適合 好另外呢還有他們的一個 capitalize 大砰 大砰 好啦這是一顆碗 還有網友 前的網友留言說 它怎麼不是黃色的 對如果它是黃色應該也蠻可愛的 好 重點是這個帶子太酷了 光收到這個大梯袋 你就會覺得很療癒了 這是小小兵的商品 那另外呢 心裡他們那個 現在聖誕節禮物送我的 是一個小抱枕 是迪士尼系列的 還有 一棵聖誕樹 聽說這個外面沒有在賣 是只有 像是一些網紅名人 才會收到的禮物 所以這個是買不到的 好 我們一起來 打開看看吧 它的盒子其實就已經非常的精緻了 就上面有雕刻 迪士尼 是馬克杯組 好可愛喔 之後呢有網友來敲門 我們就可以一起用這個 喝咖啡 可愛可愛 謝謝 這個 它的一面是美尼 然後另外一面是米奇耶 欸對一下膠好不好 欸 好一面是悠悠 一面是寬寬 這個呢 巴絲光年 還有三眼 這個 這個我不太熟喔 它是一隻 粉紅色的熊 還有小豬 這個我真的不太知道是什麼 沒有特別影響 玩具總動員裡面的壞熊 是嗎? 玩具總動員裡面的壞熊 可是小豬呢每次看到它 都說它是豬 因為這人家豬鼻子 好我們看一下下一個東西 我好熱喔 先把它拿掉好了 現在冬天真的是 一點都不冷 熱死我了 帽子呢 好 再帶回來 好接下來要開單的呢 不是開單 我是警察嗎 接下來要開箱的是 偶書單 欸不是偶書單 是屏幕宣言欸 欸 屏幕宣言 屏幕宣言重新來一次 好接下來要開箱的呢 是屏幕宣言 的聖誕節禮物 他們裡面呢 就是有一顆聖誕球了 看起來是可以打開的樣子 我們來打開看看 空空的 裡面沒有東西 好它就是一顆聖誕球而已 接著呢 就是有他們的一個 回寶購物袋 但是我覺得這個購物袋 算是 目前為止我收到的購物袋裡面 最可以背出門的 有沒有 這樣隨便背出門 其實都還蠻好看的 算是很好看的一個 鐵灰色的 購物袋 裡面呢 就是他們的環遊世界 全方位面膜禮盒 好總而言之呢 就是他們的明星商品 他們家的面膜 算是還蠻有名的 所以呢 聖誕節就送大家一個 他們家的經典商品 想要看我試敷嗎 敷完這個會長得很好笑喔 如果現在沒有要敷面膜 我下次再敷給你們看好了 哈哈 我要繼續看蝦女 啊 剛剛那個 馬欣妮還有這個東西 很可愛喔 它的一個手套跟帽子 我忘了它了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色彩好繽紛喔 我覺得看起來好像年紀很小 比較像是小朋友的玩具的感覺 我來試戴看看好了 帽子的頂上呢 有一些可愛的東西 小豬肥和小熊 毛怪 跟大眼怪 聖誕帽 很有聖誕節的氣息 這個手套 這個手套 我覺得它很特別的地方是 這個手套是可以滑手機的 它是真的可以滑手機的一款手套 咦 我日子很可愛吧 小豬肚 好 那 另外更可愛的地方是 它這手指頭 哎呦喂呀 超級裝可愛的 哈哈哈哈 有人要這樣子跟我一起出門嗎 哈哈 好Oven的一個人喔 好啦 很可愛喔 可以來當聖誕禮物 送這個不錯喔 好鮮豔的人喔 天啊 好看下一個東西 這個好了 有人知道Enail的指甲油嗎 嗯 它們是水性指甲油 所以基本上是 泡溫水就可以卸除的了 不需要使用到 那個去光水 所以 算是非常天然無毒的指甲油 然後這一盒呢 就是比較馬卡龍色調 算是 也還蠻繽紛的啦 非常適合送禮 很可愛 嗯 只是我覺得它 太容易剝落了一點點 所以 有時候你塗完 可能摳一摳就會掉了 它很適合你就是 現在要拍片 然後拍完就 卸掉這樣子 如果說你想要有持久性的話 我覺得它們家的不太適合 只是 很安全無毒的 好 那啊 我的卡片兒掉了 沒關係 然後跟你們分享的 是這個 這個呢 是Duffin的聖誕禮物 包裝好漂亮喔 一直都捨不得把它打開 然後它的盒子 也真的是 非常的精緻 看一下 好有聖誕節的氣息喔 裡面呢有一顆金球 啊 是一起的耶 等一下 那是一個鈴鐺 鈴鐺金球 然後還有 馬上就是聖誕裝飾 這個怎麼唸 這是什麼東西 那個 果實 果子 是什麼 沒見識耶 我不知道這個怎麼唸 反正就是那種 松樹會吃的松果 是嗎 還有一個可愛的化妝包 是那種 是那種 Tiffin里綠色 然後 它的化妝包算是還蠻有質感的 裡面也都有做內力 拉鍊的地方呢也有特別的設計 哇 我真的化妝包好多喔 就是 也是會收到一堆一堆的化妝包 然後這個呢 小盒子 也是非常精緻的一個盒子 打開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喔 我想應該是他們的那個香氛精油吧 哈哈哈哈 我好聰明啊 我沒有打開過 可是 因為這是他們的明星商品 就是 每個品牌幾乎都是到聖誕節的時候 就會推出他們的明星商品 所以呢 唉唷 好可愛喔 就是四瓶 他們的一個 金露的東西 好 等一下再裝回去好了 我現在地上一團亂 滿滿東西放在地上 好 我來看一下下一個這個 我好喜歡Make Up For Ever的彩妝 都是屬於那種顏色比較強烈的 所以說你想要化一些特殊妝 或是歐美妝的話 可以去他們的旗艦店逛 我相信你會很難走出來 因為東西都真的是 讓你會覺得 眼睛超級閃亮的 就是你會 反正就是會大開眼界之類的 因為顏色很鮮豔又飽和 然後他們家彩妝品 真的是 非常適合喜歡特殊妝的人使用 好 這個 有小卡片耶 第二配例聖誕快樂 雖然有點早 但是想跟你分享這個 超特別的聖誕紅 很適合復古的保妝 是什麼呢 這個 這是 純的吧 然後裡面有一個鐵盒 還蠻漂亮的 欸 合成的 這是古代人用的吧 它的設計是那種 例如像是歐洲之類的 不是寫信嗎 寫信信封會用一個蠟之類的 然後把它燒起來 它用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 設計了一款紅唇 然後附了一支唇筆 就是可以幫它沾染在唇上 如果我的解讀沒錯的話 應該是這麼用的 都說是禮物了 所以我也沒有做太多的功課 就是跟你們一起看禮物吧 送禮物的人通常也不太知道 送禮物的人送了些什麼 是不是 不過是很驚喜的 嗯 就是純材竹 就是純 只要知道它是畫在哪裡的 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 蜜粉餅 粉膚金色 然後這個我之前在他們的櫃上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好喜歡 好想要 真的是太棒了 好幸我沒買 因為我有太多類似的東西了 然後這顏色真的很漂亮 它非常就是適合拿來打亮梯子波耶 有沒有 一看就超明顯的對不對 哎唷 不小心摸到不連了 好 反正就是聖誕節 你要去參加派對 可能需要 臉比較亮一點點 你就可以用這個 但是它真的很亮 所以你要看時間塗我 不然的話 會裝顯得比較不自然一點點 比較有舞台效果啦 所以 你可能要稍微的用好一點 然後 這個 登登 其實這個我好像在11月多 就已經收到了 它是12月1號才開始賣的 就是千幣的聖誕組合 它是一個12色的純蠟餅 不過現在少了三隻 因為我已經有拍四色的影片 然後就是網友來敲門 然後那個網友 它試圖的顏色 我就已經直接送給它了 所以 它是一個 少了三隻的12色純蠟餅 沒關係 這樣也是一個紀念 就代表網友來我家玩 然後玩得很愉快 好 想要看這個的影片嗎 我會盡快剪接完成 好 等我等我等我 好 那差不多就這樣了 就是 以上就是最近收到的聖誕禮物 還有一些在路上 我還沒有收到 沒關係 以後有機會再分享 好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 對於一些想要找聖誕禮物的人 或多或少 可能有一點點幫助 好 至少像這個帽子啊 手套其實是都還蠻可愛的 你可以送朋友 那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下次希望我拍手影片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囉 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沒有訂閱過頻道的 可以按一下訂閱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通知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給你們看一下我後面 後面現在已經 越來越多東西了 有沒有覺得這個房間 變得越來越熱鬧了 喜歡嗎 喜歡 這樣子繽紛的色彩嗎 好 下次見 拜拜 既然あ 既然不接 сде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